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汇频道 最近这几年 姓马的都上进率挺高的 马斯克了 马云了 马化腾了 马克思了 姓马的事不少 要么是不省心 要么是不省油 前两天国内一个新闻说什么 说是一个涉嫌山巅的马某 杭州马某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被采取形式强制措施 这是4月25日 杭州市国家安全局 依法对境外勾结反华敌对势力 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政权 是吧 的马某行事强制措施 抓捕目前此案正在深入调查中 你看了没有 这么一个公告 涉嫌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杭州 一个是马某 而且还透露马某是从事高科技行业的 然后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哪里 联想到阿里巴巴 联想到马云 你看看阿里巴巴在杭州 马云姓马 从事高科技行业的工作 然后你看到马云的股价 咱们先说第一个影响 股价断崖式下跌 一度跌幅超过9% 一下就蒸发了几百亿 随后马上中共报道觉得不对 这个报道应该稍微再完善一点 马某某不说马某了 是马某某 然后马云是两个字 说马某某什么 马永珍马化腾 马化腾在深圳就扯不上边了 一看这三个字名字 那不是马云了 股价迅速又回升 这是今天在讲的这个事 咱们先简短结说 先稍微说一下 一个马某这么一个案件 那么我就在想了 马某他到底是谁 很多人都在想 马某是谁 谷歌一下 目前马某的资料 是85年出生于浙江温州 现任某科技有限工夫的研发部经理 85年 马云他显然是吧 不是85年的吗 马云比他大多了 对不对 那么我在进一步去搜这个事的时候 找到了一些细节 应该说是更多的线索 他为什么被抓 把他说哪些话干哪些事 哪些牛逼的事 照我来说像马某某这种搞山巅的 那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英雄 你敢做这种事情 那不不等于说把脑袋 憋在裤腰带上就干事 是吧 咱们看一些重点 长期以来在网上接受境外敌对反华势力的洗脑 将境外活跃的敌视分子 视为人生导师 在其渗透影响下逐渐形成顽固的反政府思想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我的节目 我希望我没有对他造成不好的影响 毕竟咱在国外是吧 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角落 咱什么话都敢说 然后马某某不仅充当境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 煽动分裂国家 还成立非法组织制定政治纲领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你要说什么组织不组织的 其实什么是非法组织 什么是不非法组织 你要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来去看的话 是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公民身份证上写的是居民 反正就是说他想给你安个罪 怎么着都可以把你给装进去 口袋罪 山间罪 寻寻姿势都可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抹黑祖国和民族运动 这里就讲到重点了 这里就讲了一个发表所谓的独立宣言 煽动分裂国家 然后成立了大陆临时国会 现在先说这么一个独立不独立 因为现在我发现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说一次觉醒的人 就是说反对共产主义 这种一次觉醒的能够认清楚共产党的本质的 逐渐的都认为独立实际上好事了 就是说打破大一统的这种固有的僵化思维 很多人已经把这么一个大一统的思维给摒弃掉了 所以说现在你看各种各样的党 你在推特上一刷隔三差五的什么上海独立党 什么满洲独立党 什么内蒙独立党 什么吴国人 越国人 什么四川人 楚国人之类的都出来了 像现在就是说这么一种大一统的这种思想禁锢 已经被打破了 可以说在我做节目的2022年大一统已经是被摒弃掉了 那么关于这么一个大一统独立宣言 我找到了一个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前几天就是不停的在刷 不停在刷 我也是到了今天我才咱们可以去重点的去稍微说这个事 这个是独立宣言之修改第二版 2022年5月6号最新的谁谁起草 然后这就比较多了 你在网上你搜索一下独立宣言 在这个应该都能找到 我也就不参与评价了 这总归来说是一件好事 你要说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漏洞之类的 是吧我就不评价了 因为毕竟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情 至于一些瑕疵上的策我就不挑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 那么说到这里很多人觉得老黑你怎么 不是说不鼓动别人去送死吗 你怎么还在吹这个事呢 我说过 就是说我不希望国内那些勇士们 去做冒险的事情 因为每一个勇士 每一个觉醒的人都是一个火种 你们的宗旨你们的使命是什么 去传播火种 但是有个前提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如果说你要是没有能力去保护好自己 我就非常不建议你去做冒险的事情 你说像杨家那样拿个刀去派手所 巴唧巴唧捅了几个人 这个我强烈不推荐 能觉醒的人那都是种子 种子选手弥足珍贵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之前说过你去店里文具店 买个大头笔黑字笔 你跑到厕所里面 你在蹲坑的时候 你写上一些反共的标语 你别看这种方式比较low 但是管用 不可能在公共社所 不可能在屁股上面装摄像头监控你 不可能是吧 厕所革命网上也有发起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 不要觉得这个手段是什么手段 安全最重要 安全的同时传播这种普世的思想 这是好的 像这位马某某 具体是谁哪一个人 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马某某 具体姓谁名谁 只有讲到了第三点 就是说对于这些所谓山巅的 其实老共他也害怕 他害怕这些人成为英雄 因为对于我个人的认知来说 像马某这种他就是英雄 他就是牛逼的人 我不是说什么搞什么个人崇拜 人家敢干这么一个事 人家就是一个壮士 是义士 从古代上古代来说 为什么说什么金科刺金王 还有一些什么视为知己者死 这些之类的这些典故 能够流传到今天 这正是人性当中良善的一面 有勇气 有血性的一面 他一种放大的一种体现 体现在这些人身上 所以说到了现在出了一些有血性的人 敢于去挑战这个体制 敢于跟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作对的人 他难道不是英雄吗 你如果说个人崇拜 说英雄这个词又来过头了 那人家是一个义士 义人的义 忠义 忠于自己的良心 义就是说民族大义 是忠义之事 我对于这些人是这样去看的 所以说像马某 或者说是马某某 中共他不敢把他的名字给公布出来 不敢把他的这种脸给公布出来 一旦公布出来 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好像就是说看到了一个灯塔一样 其实这倒不重要 就是说威字仇杀队里面的威怪客 他也是从头到尾戴一个面具 他也并不影响别人对喜欢把这个威怪客 作为一个精神图腾 当然了能够把这个马某某这个名字给去掉 把头像给去掉 具体姓谁名谁都不让你知道 就是尽可能的弱化这个人 他所能够散发出来的光环 明白吧 他们不敢 共产党他不敢 今天有马某 明天就有张某 或者就有李某 刘某 刘邦刘柏温 又扯远了 刘秀光武帝刘秀 这些草莽英雄 以后肯定会逐渐 这种人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个觉醒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只要你一天觉醒 你就终身觉醒 但是觉醒一次还不够 你看透了国内的体制 你还要看清楚国外的体制 认清楚民主的优缺点在哪里 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 你认清楚国外的民主制度之后 还要有第三次觉醒之类的 就是说在深层次你要搞清楚 其实这个世界是被一群坏人所掌控的 这个对于国内人来说 咱就不提这么高的要求 你能够意识到中共的邪恶 这就迷足珍贵了 你可以看看现在这么一个马某某 一个马某某可以把中共吓成什么样 一个马某某可以让腾讯的市值蒸发几百亿 在这里我不知道马云马化腾马斯克 马斯克就算了 能不能看到我的节目 或者说接收到我这种类负的言论 或者说腾讯 或者说阿里巴巴有高层 能跟他们搭上话的 如果在一个时机合适的时候 可以传达一下这个观点 就是说可以适当的对海外的人 进行一些投资 如果哪一天共产党要是变天了 阿里巴巴永远姓马 腾讯也永远都姓马 这不很爽吗 是吧 如果说你可能你随便你从指缝里 露一点点东西过去 对于这些海外这些 真正想搞事情的人来说 这是一笔非常充足的经费 我希望马云马化腾能够听到我这句话 我不知道会不会会被他们 给他们带来麻烦 但是怎么说 马云马化腾应该就是说被监控很久了 并不是说很自由的 有其他的企业家做生意的 要想要让自己的这种人生 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对于那种海外那些搞事情的 你得要去仔细的去分析一下 不是说有什么法轮功戏了 什么爆料革命戏了 爆料革命不说了 真的是浪费多少资源 还有麻辣空军的武装戏了 还有已经销声匿迹的什么微字旅了 频道被那个了是吧 可以慢慢去分析长期观察 然后再决定适当的去搞一些海外的投资 万一是搞成了你的企业 那就是成为百件企业了 像日本就有千件企业都有 这是为自己不是说为什么 不是说为什么伟观众的理想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私产 国内的企业家应该想一想 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